政府力推开放美国莱猪进口 希望争取跟美国的双边贸易协定 不过美国准总统拜登却说 现阶段不打算要签署新准贸易协定 对此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 拜登是新任总统 有国内的问题要优先解决 可以将心抵心 就有民众担心如果换不到协定 那美国那台湾的莱猪根本是白吞了 王美花上午出席台电的活动 再次强调台湾想参与国际组织 这条路势必得继续下去 希望大家不要过度解读将心比心的意思 拜登的部分因为他有他国内的问题 那我觉得将心比心 开放美国莱猪争取台美双边贸易协定 但最后换来的却是将心比心 外媒日前报导 美国准总统拜登明确表示 在美国的建设跟教育投资项目 还没有回温前 不会签署任何新的贸易协定 这番话不免让国内的民众担心 政府原本满心期待 想拿莱猪交换贸易协定会有谱 结果到头来 美国莱猪恐怕白吞了 疫情影响的经济的问题 还有美国国内的一个分裂的问题 那美国新选上的拜登总统 会提到说他要优先处理国内的议题 是可以理解的 我觉得大家不需要过度的去吟声 部长强调是因为美国正面临国内分裂 还有疫情严峻的状况 准总统拜登只是想要把国内经济先搞定 这是可以将心比心的 而台湾想要参加国际组织 经济部长王美花就透露 势必得朝开放的贸易态度来面对 也强调台湾开放进来的东西一定是安全的 希望可以从这样的心去互相理解 记者王志仁林昭贤台北报道